看完台北的建案呢 我们接下来要看高雄的建案 它的名称叫康蓬街 但是非常吊诡的是呢 它并不是位在康蓬街 到底位在哪呢 请看VCR 住家旁啊 如果大专院校 屋主不断可以自住 也可以出租给学生 乐当包租公跟包租婆 今天今天抢新看 为大家介绍的是 高雄市龙头建商 承阳建设集团 所推出的大楼案康蓬街 该案呢 集地针对文藻外语大学 然后因为它旁边呢 有爱河行经 所以它不但兼具了河景 也有校园景观双重机能 大楼位于车流量大的民族一路 民族一路647项 属爱河上流支线 可同时看到校园与爱河景观 记者站的位置呢 位于天翔二路 距离这次要介绍的个案呢 大概只有500公尺不到 我站的位置呢 是占地面积3.6万平的 微笑公园 在微笑公园的正对面呢 也是一个带状公园 是高雄市最低指标的 和堤社区 门厅呢 达到7.4米 然后它的社区呢 踩24小时饭店室服务 然后在它的这个大厅呢 这里规划一个大的沙发区 在沙发区的后侧呢 只有一个巴塔的空间 宇宴呢 基带是472平 然后它的求力设施呢 比较简约 它把所有的空间呢 集中在这间多功能使用室 多功能使用室呢 然后这里摆设了 四个长型的餐桌 在餐桌旁呢 只有一个长型的中导料理台 配备了伊莱克斯的蒸炉 烤箱与电桃炉等 这些都是 租屋可以在那边使用的 一楼除规划多功能使用室 还有中庭水井花园 大楼整体采Art Deco装饰艺术风格 顶楼则有空中花园 可看高雄市井 也可远眺 闻找外渔大学校园景观 社区规划一栋大楼 分成AB第三区 AB区单层两户 共用一部电梯 A区规划35 37坪三房 B区为45 52坪四房 D区单层三户两部电梯 规划24到37坪 2到3房 其中面民族路户型 中高楼层可远眺校园景观 今天要为大家介绍 是A1户37坪 三房的西平屋 我们的楼层呢 位置是楼 然后它的这个户型呢 它正对闻找外渔大学的校园景观 视野景观非常的好 然后它的客厅 餐厅厨房的频数呢 大概是8.9坪 在客厅旁呢 规划一个圆形餐桌 餐桌盘呢 集为厨房的空间 厨房呢 配备了零列牌瓦斯鲁 抽烟机 雨红碗机 该案呢 户户配备钢木门 这个木旁边呢 这里有一个多功能智慧门锁 然后为了讲究居住安全呢 这里还配备一个7寸的影视队讲机 从客厅旁的廊道走进来呢 我们看到的是一间公用卧浴 公用卧浴呢 开窗采光 那通风很好 在廊道的尽头呢 我们来到了5.6坪的主卧 主卧呢 它开大面窗 窗外呢 是文藻外宇大学的校园景观 然后我们看到的这个 主卧铺设的木质地板为装潢 它的标准配备呢 是泡光形状 主卧呢 它配备了SCG的敏制码头 台面式面盆 然后并采干式分离的配备 校园景观宅具备永久天然洞聚 且文藻外宇大学长久以来 周边租屋需求高 投资资助两相宜 叶家敏堂俊威采访报导 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是 就是搞笑的Michael哥 他有一个推出 工地小教设单元 这次要告诉大家的是 就是如果你们家旁边有工地的话 要如何先现况鉴定自保 那再次提醒观众朋友 本周六建报的这个 苹果日报地产王的这个周刊呢 你就可以看到说 封面的主题呢 就是我们今天这一集所讨论到的 南港七月份 即将要高铁通车的这个议题哦 那各位观众朋友呢 赶快记得当天去找来 再次回味一下南港的好在哪咯 好 感谢大家今天的收看 苹果先房市 我们下周三周五十二点半再见咯 拜拜 欢迎来到我们的Michael哥小教室 那今天呢 我们要介绍的主题是什么呢 就是我家旁边有工地 有人会说 我家旁边有工地有什么好紧张的 不就是比较吵一点而已 不是哦 如果说建商的工地没有做好安全防护 或者是说施工不剩的话 对面整排方式倒都有啊 那到底要怎么样自保呢 学长Michael哥告诉你 现在一般的建商呢 通常在施工之前呢 都会委托专业的技师 对零户呢 做所谓的防护现况的鉴定 那就是说了解这个房子呢 在目前它的现况是如何 它通常会做两种 一个叫做垂直的测量 一个叫做水准的高层测量 那就是针对说这个房子的高度 或者它是否有倾斜来做测量 万一建商没有做这个房屋的现况鉴定 怎么办 那我们自己呢 其实也可以做一些 比较简单的鉴定动作 首先拿出你的相机来 把你的家里的梁啊 柱啊 千花板啊 地板啊 窗台啊 都拍一拍 让它的现况是怎么样的 都有存底 假设说刚好遇到 你们家的墙上面本来就有裂缝的揉览 再拿出你的尺 把它拍起来 让它知道说这个裂缝原本是多大的 那未来如果这个裂缝变大的话 很有可能就是因为建商施工高的鬼哦 但是民众自己在家里拍照呢 这些其实都只是很粗浅的测量而已 那专家建议最好 还是能够协调建商 然后邀请呢 专业的技师来做专业的鉴定 这样子呢 其实对双方不管建商也好 领覆的民众也好 都比较有保障 那麦可哥的小跳士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